大家好 福特六的汽車在3月份推出了一台7座的MPV車款 這台車呢 他們特別以旅玩家的名稱來命名 它全名叫做Tunel Connect 旅玩家的名稱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包含了7座的設定 然後名稱我們都可以了解到 這台車呢它希望的就是可以 符合大概全家出遊的一個概念 那這台車呢究竟有什麼樣的魅力 以及它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我們今天特別找來了兩位網友 跟我們一起來體驗 這兩位呢就是我們今天請來 為大家體驗一下Tunel Connect 也就是旅玩家 到底有什麼魅力的兩位網友 那我們也請他們先自我介紹一下 來我們先請 好大家好我是宇昂 那我們現在家裡的車是一台2005年的WISH 對那那台車就是從我5歲的時候就開始開到現在 所以我就是從最後一排開始坐坐坐 坐到第一排當駕駛這樣 對 所以你現在18歲 對我現在餓死了 不會聊天 沒有基本上就是說 所以這台車已經擁有13年的車禮 對不對 好 那 大哥這邊也順便介紹一下 你好我是阿翔 我現在擁有的車是我們KDMACI的部分 那這台車其實是因為家庭的需要 因為有小孩了 所以需要一個比較大空間的車子 這樣子啊 對啊 所以今天找你來試這個旅玩家也剛好合適 因為你有小孩 平常會三代同常出遊 就當然假日的時候會跟著家人一起在出去比較圓門的地方 那甚至跟朋友有時候不想開兩台車 對對對 那就是一起出去這樣 好啦你這完全符合需求 但你這等一下再說我們先找這一位 這位這個年紀比車子大5歲而已的男人 好來這位男人 我問你你對於車子的需求是什麼 主要是就是假日的時候會跟長輩一起出去玩 對然後就是跑到桃園台中這樣來回 所以第一個是旅程的舒適性 對 需求要夠嘛 當然這個空間 空間是需要的 那再來是 除了這個之外 你們對現行你們自己擁有的車款 有沒有什麼想法感想 那那台車其實這十幾年來是沒出過什麼大毛病啊 真的是 對但就是安全配備的部分 它只有循跡防滑然後沒有氣囊 這個就現在市場來說是確實少了點 對 基本上這車子自己有什麼缺點 一定自己很清楚 對 那一樣就是我們後面的懸吊 因為畢竟它還是用CVE的強項是貨車 所以需要做一個改就是算把它調整舒適度 可是做第三排的確跳動會高一些 夜片式嘛 對夜片式貪圖 對 那再來就是可能第三排如果有真的到第三排第七人那邊的話 就是真的滿熱的 來我們今天試駕了福特這台旅玩家 Tunel Connect 那你覺得 這台車你在開起來動力的部分你覺得怎麼樣 動力的部分 就是相比WISH的話 就是它油門不用踩得太深 轉速不用很高 然後其實就有力了 對 世代不一樣 對在市區這樣 其實臨時要超車什麼的是還滿方便的 所以你今天開起來算是覺得滿滿意的 對 其實整體是滿流暢的 動力表現我覺得它是一個新款的引擎 它是1500才有的 我覺得在碎金 當爸爸會比較注意到這個東西啦 碎金跟這個動力的CP值我覺得很足夠 因為我好像有看行路它扭力好像也應該230啦 對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台方便的車 而且它配巴速耶 巴速我覺得好厲害 來來來 答案是27.5公斤米 27 27其實很不錯 很大 所以我覺得在市區 包含在山路 我相信應該都不簡單這一台車 因為它的油耗我覺得是相對漂亮的 對我覺得你剛剛講到一個 其實你在意的不是碎金 是錢的問題 當然都是錢的問題 荷包 荷包的大小這很重要 荷包大小這很重要 好因為這次我們要解釋一下 就是說因為畢竟車型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當然就是產品定位 所以它並不是標配完整的Copair 360系統 但是呢它有把幾項主要的 包含了你剛剛有試到的ACC主動車距的控制 然後再來是車道的偏移的輔助跟警示 然後還有你講的盲點 這整體下來你覺得 它讓我覺得開車是一件算很安心的事 當然我的開車當然不差 但是如果說以更完整的防護來講的話 它連我們看不到的地方都把它包含進去 因為有時候車子太長 你車測真的什麼車 就是可能包含摩托車有時候真的會沒有辦法注意到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它幫我們注意到一些小細節 這個是我覺得蠻推崇的地方 好那宇洋咧 那我剛剛有講到就是ACC主動車 沒有偷獎 這些人就是喜歡偷獎 沒關係繼續 因為其實以前的車就是真的沒有這些東西 那今天試到的時候就覺得 雖然它沒有真的是完全可以讓你放開雙手 但是已經可以幫助我就是說 減輕很多的壓力就對了 就是不需要就是時時刻刻的這樣 油門一直注意前方 然後煞車油門煞車油門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在試那個ACC的時候 有沒有從由衷的從心裡感嘆 科技的進步美好這樣子 對 世代不同 沒有因為這個其實 如果你是譬如說 我們說你每五年就換一次車 你可能不會有這麼大的強烈的感覺 那剛好你家的車 就是它的世代真的是比較久遠一點 然後你這等於是15年的落差 這一次的比較下來其實確實應該有深刻 由衷深刻的印象這樣 對 好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在最開始的時候有跟大家介紹過 這是一台7座MPV的一個車款 所以呢關鍵就在於空間的表現部分 那你們覺得空間的表現部分如何 那我其實最深刻的是第三排 對 因為像WISH這種 35加2的這種 mini van的車型 那第三排就是 只適合小朋友做 就是像我那時候 五歲 我就是做最後面 出去玩的時候 對 對 你應該一直做到15歲左右 讓我真的就是 之後長大其實也做不太下了 沒有15歲應該 因為15歲之前都還是你做 因為長輩應該都會說 來 年輕人後邊 對對對 所以 那像它這個第三排 其實可以前後滑椅 然後椅背又可以這樣調整 其實坐起來舒服很多 嗯 我的重點是放在後面座椅的變化性 因為有的時候還是回歸到家庭 有時候小朋友的推車 腳踏車什麼 載得出去 又是長型的 然後又是可能其他的造型的 那我們是把這個座椅的變化性提高 那KDMACI當然做得到 但是他做不到的是平整 因為我覺得平整有時候 包含去露營的話 我們放個充氣床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車速的部分 所以我是覺得他的座椅變化性 真的蠻優的 大家有聽到那個關鍵字喔 平整、車床 沒錯嘛 車床 平整跟車床 你剛剛有拍到它躺在上面的畫面嗎 記得要剪下來給大家看 車床 這是重點 然後 你不用啊 你已經有想了 記得多學一下 就是平整、車床 這很重要的幾件事情 那回歸到我們 重點來了 就是大家知道 買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錢 對對對 這關鍵點 那售價 那它這次總共是三個車型 那除了入門的叫104.8萬 那104.8萬的產品是售訂生產 就是接單引進 那再來是106.8 然後再來是119.8 那大家覺得這個價錢 我們今天試駕的這一台是119.8 對 就有一些配備的部分基本上是在119.8 好 那有些人 譬如說當年買WISH的人 可能會說 欸這價格 然後眉毛開始在那邊跳 有沒有 好 可是呢我要告訴你它是進口的 對 所以進口 然後這樣的價格帶 你覺得 接受度呢 還算是蠻符合它的價值 對啊 像它有雙區的恆溫空調啊 對 那個其實舒適度有差 對對對 然後還有像它中間的那個SYNC3的螢幕 它的功能其實也算滿齊全的 嗯 你要不要跟你媽媽講一下說 阿不 為了那個未來的小孩 然後車床 平整車床 為了抱孫子這件事情 要不要贊助你一點就可以買一台了 畢業啊差不多 畢業就簽這台 畢業簽這台 對對對 完美 阿翔 來我們聊一下 因為Cady Maxi的價錢 差不多就跟這個價格 因為也是進口嘛 所以你覺得整個價格的 設定 然後產品的設定 你覺得怎麼樣 其實在 包含在歐洲 其實他們都是 互相尊重的對手啦 那你如果說今天他把這個 等級放來在台灣 我覺得這個是 國人 普遍真的可以接受 接受度會滿高的 對就是 雖然可能靠近120 但是他能給的 而且 科技基本上都還是有給的 對對對 所以我是覺得 買一台安全的車 不會去那麼注重這個價格 120萬我是覺得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所以兩位對今天這台車的 評價都算還不錯就對了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後 就有一些簽單的儀式 齁 我就先這樣子 好 那今天也謝謝 我們今天我們的宇洋 跟我們的阿翔 來接受我們這個 Tunel Connect旅玩家的一個體驗 那如果大家有更多的問題呢 也歡迎大家來信指教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